是否对从事记者的工作有兴趣 师大在3月29号中午 邀请到中央社国际两岸新闻中心主任 前华福特派员廖汉元 以川普推文下的全球变局为题进行演讲 除了阐述个人经验 廖主任在演讲中也与同学分析记者所需拥有的特质 我们在想说到底新闻记者要不要有怎么样的一个特别的一个特色 观察 记录 探索 然后射程处理的高级 对他们讲的分析 然后你对人家有个感触 对他的遭遇有个感触 你对一个世界里的隐移 隐移的隐移 这就是这个事情 在专题演讲的过程中 六主任提及了持续的美中贸易战 川普如何看台湾以及美国的对台政策等议题 让同学们对川普与世界的连接有更进一步的认识 所以演讲尾声 廖主任也给予聆听同学规划未来的几点建议 然后把法理的这个部分 还有对对国际的城市 对你有兴趣的事业的部分了解好 然后再踏出去这个部分 就会了解概念 演讲结束前 廖主任正正地与同学们推广中央社第二届 我是海外特派员实习计划 播放第一届成功到海外实习同学的心得回馈影片 有兴趣的同学 欢迎到我是海外特派员的脸书查询相关资料 校园记者张洁如采访报道